编织了一半的梦把人叫醒,那是骗子 编织了一生的梦让你不行,那是爱情 Aloha,这里是发出吃药的卡卡 1992年1月15日出生的灵是摩羯座 因为原作者Cutty Flash左撇子 所以他决定给这位胆小的贝斯手自己的属性 左撇子贝斯手刚好也是披头式贝斯手 保罗·麦卡特尼的标志 在之前《维的传记》我有提过 他们二人很有可能映射的就是列农与保罗 剧情里,灵也像当年保罗教列农一样 在高中第一年交坏了维弹吉他 明明会弹吉他,但还是选择了贝斯 因为灵天生害羞,害怕成为众人的焦点 所以他选择了需要人们戴上耳机 用心去听才能感受到魅力的贝斯 不过轻音部的经历却事与愿违 剧本家们竭尽全力地想要捧名出道 第一次《学员记》演出 平泽维练坏了嗓子 灵不得不披挂上阵做了主唱 第二次是在新生会演 魅把前奏弹得过于完美,忘了唱歌 灵临场发挥顶替他唱了一段 第三次的《学员记》 魅回家取琴 灵再次顶替他主唱了第一首 看到故事叙述视角的我们 自然是只能看到魅在推进的剧情 但若是换到英秋高中礼堂里的学生视角 最初看到放课后茶会演出的他们 前三次的目光都放在了第一个开嗓的灵身上 灵会成为偶像 绝对不仅仅是因为蓝白饭碗的一衰成名 所以拿着用手机拍照的同学呀 请把你拍的照片传给我一份呗 谢谢 你嘻嘻 从剧情展示的部分来看 灵是乐队主要的词作者 但我更想聊聊歌词之外 灵给乐队带来了什么 喜欢用胶片相机的灵像细心的女友一样 拍下每一个轻音部值得或不值得记录的瞬间 灵的初登场就是在围跑着上学的路上 用自己的相机给绿拍照 分辨哪些照片是灵的相机拍的很简单 拍完之后画质变得复古 就说明用灵的胶片相机拍摄的 绿的数码相机可以随时拍摄 它的相册里都是大家的把柄 胶卷相机的特点就是每一张都很珍贵 往往轻音部的大事件都会用他的相机拍 四人初次相遇故事的拆端 绿拿着灵的相机拍下 子加入时乐队完全体合照 绿用快门线记录了他们的全家福 小组合给乐队定下放出后查会的乐队名 也是使用灵的相机拍摄的 静阿宁用这样的细节暗示着 这个画面对于这帮小姑娘来说是很重要的时刻 日常里 当短发组带着子玩耍时 当忧成功考进英秋高中时 当仇从芬兰给他们带来纪念品时 在一旁的灵都会拿起自己的黑色相机 记录下其实并不属于他的画面 灵对轻音部的展情变化 加尼很细心地给他设计了一个过程 绿曾提出乐队的目标是舞蹈馆演出 而彼时四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律是随口说说 为是毫无概念 仇是骂骂骂骂骂骂骂 翻译翻译就是 如果我们凭实力去不了 那我就把舞蹈馆买下来吧 唯独认真的灵记在心上 所以在第一次合诉时 灵始终沉浸在听完小组合演奏的压力当中 不过当他看到绝对音感的围 一下子就弹出刚听不久的曲子 灵的表情一下子开朗了 剩下星夜的仇家大院里 看着平时懒懒散散地围泡澡时 也不忘思考怎么弹琴 灵温柔地指导着这位天才 并且在回到音乐室后 他亲手在目标舞蹈馆的右下角 写上了掰轻音部 也标志着从这一刻开始 他正式认可了这个团体 认可了这群队友 灵是一个非常专一的好女孩 让他认可一件事很难 可是一旦他认可了 他就想为之付出全部 亮脑门女孩总是找他麻烦 可当他为了自己的作文朗诵 变成波罗 从此灵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问路 看了走户的现场演出 被拉着搞音乐 灵的表情不能说十分兴奋 只能说毫无波动 但当了解到贝斯的魅力后 上面一处小小的划痕 他都要哭着问亮额头的骑士 该怎么办 最初想去文艺部写诈文的灵 在爱上轻音部后 他对子说 也许外面的乐队会更好吧 但我觉得和他们一起是最开心的 山中的音乐节狂欢后 围说我们的实力感觉不输他们 灵看着星空说 我们就这样一直在乐队吧 一直一直 直到永远 被大家调侃说灵长得这么好看 有男生喜欢也是很正常的吧 灵意正言辞地说 我的恋人就是这轻音部 午后吃笑的女孩们没意识到 这句玩笑话是这个黑长直的真心告白 成绩始终排在学校前十的灵 第二季第八集时 他的第一志愿是保送 到了第二十一集时 他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 最终放弃了保送 正是平时胆小的灵拿出勇气 违和率才能修改一万次的志愿后 为了不辜负灵 认认真真考上大学 劣质的爱使人一时快乐 最后换来世俗所谓的经验 灵的爱或许就像他写的歌一样 我的恋爱是订书机 当他在心里把认可的人定在一起 他愿意为他们付出自己的未来 他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我很羡慕他爱上了一群对的人 因为他们也爱着灵 如上文所说 最开始的灵不信认为 但当自己的歌词 被绿和小左河嫌弃时 维是唯一表示 喜欢千古名歌滑滑蛋的 呃 维的报恩 还包括把自己的好灵具介绍给灵 让他在周二时没那么孤单 以及给他的辈子 取了伊丽莎白这个好名字 在子犹豫是否加入轻音部时 只有细心的灵看出子的担忧 他会给子自己客观的建议 也会严厉督促大家 这么懒散会失去子 子也在和幽聊天时说 想有一个像灵一样 帅气靠谱的姐姐 在维发烧可能缺席演出 子任性的说自己不会练习主音吉他时 灵理智的安排 让维演出前专心休息 而子练习主音吉他不是品替维 是为了今后的发展 这才安抚了乍毛的子妙 这之后 子在听到灵夸奖自己时 都有一种被自己偶像认可的开心 在灵担心自己是否被再次真宗时 也只有子为他认真地想办法 和仇的关系也非常值得细说 座位上二人是坐在同一侧不用多说 第一次去维加过圣诞节时 仇就在交换礼物中拿到了灵的纱锤 在意体重的两人人也会讨论最近体重变化 平时仇编曲灵展迸发 都会和灵一起讨论此举的编排 当绿背着自己和仇玩了一天时 当晚的电话里 灵也生气地说 我也想和仇玩啊 所以剧情中大部分时间 胆小的灵如果说不是贴在绿的身边 那就会站在仇的左右 无论是搬机大合照 还是在飞机上睡觉 至于亮恶头骑士 据不完全统计 包括手刀和回忆在内 灵捶了绿的头20次 但也能一下子调整好 灵发卡的位置 平日里灵总想捉弄灵 每在关键时刻 都是灵站出来让灵保持平静 深呼吸一下 秋山同学平稳地拍完了毕业照 灵的视频里 我讲了罗密欧朱丽叶的部分 在这篇灵的故事里 我会说另一个细节 最后一次学员季演出 为让灵和灵各自说一段细理的台词 灵说的是 美丽的朱丽叶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死神那里 你可以说我是过度解读 但我就是觉得 金阿尼不是随便选择这句台词的 这是灵对绿友情的照白 她不会让绿孤单的 就算自己总是躲在绿的身后 但灵也想一直陪着绿 而被启哄起来 也要说一句台词的绿 她本可以去距离自己更近 深招也更符合自己的子那里讲 但这里金阿尼特意给绿 垫脚依着特写 让绿使用灵的麦克风说 啊 罗密欧 你为什么是罗密欧呢 请允许我再次过度解读一次 对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血的绿 唯独对灵自始至终又欺负又爱护 其他人都是源源众生 唯独你是独特的罗密欧 台下飞行车高中学生的尖叫 三年二班的女孩心里都会微微一笑 省点力气吧 孩子们 至于小左河除了吓唬灵以外 我有提到小左河很可能制作了异地服装 以及拍摄MV 日常里微微诺诺 异地里重拳出击 为什么灵在自己主唱的MV里不紧张呢 作为一种曾经容易紧张的人 我猜可能是因为MV里的灵 手里每次都会拿一个物品 Don't say lazy的手杖 Listen的草莓 No Sanchez的彩喷罐 Seeing的白玫瑰 或许是小左河给她的爱呢 灵是学校里的偶像 老是眼里的模范学生 应语好到可以在英国略胜一筹 然而真实的她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公主 她用可爱的称呼叫爸爸妈妈 会在音乐节前任性地说自己可以顺移听每个乐队 修学旅行被绿和围的轮番轰炸后 终于放下架子 不顾形象的哈哈大笑起来 看到小猪选择了自己想去的伦敦 灵也激动到在子的面前顾不上形象 咒语被反着说一次 害羞的公主就会睁眼 誓言悄悄放在耳边 她对你的承诺却是永远永远 灵的故事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若是觉得不错 还请一个三连支持一下 当然充电的话就更感激不尽了 若你还想看其他推荣人物的传记 不妨点着关注追翻哟 农历新年就快到了 祝大家虎年一切如意 也希望我也一切平安顺意 下期也要记得回来见我哟 拜拜 拜拜 拜拜